好啊 这天哪的好事啊 怎么现在才说啊 您理解错了 不是因素怀上了孩子 是江村在外面 有两个孩子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啊 爸 就是我哥跟别的女人 在外面生了孩子 爸不是这样的 孩子是我跟江村的 是江家的骨肉 江村也没有对不起我 在外面也没有别的女人 江村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被的因素 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有孩子了 错啊 那到底怎么回事 错啊 孩子是我们的 我们来招待医生 好 好 好 小子呀 终于有孩子了 你看 你们怎么了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 好像天大呀类似的 这是什么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啊 代孕 真想得出来 伯儿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怄气 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安阿姨 爸知道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记住 伯儿 现在千万不要在你爸面前 抵臭情愫带着孩子回家 知道吗 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我们得务必找到代孕的人 他们想隐瞒真相也没那么容易 那要从哪儿 才能打赢到代孕的人啊 你们的朋友啊 还有江村的朋友 伯儿 趁你爸清醒的时候 我们把这件事情得做好 啊 我让你爸我送回妈家里 凭这儿干嘛呀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再演戏了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一直瞒着你 在外头生了孩子 你有什么怒气就冲我来吧 反正我自从失忆以来 在江家也没什么自尊可言 要骂就骂吧 反正你要对这个孩子负责 你妈就骂吧 你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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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我解释的事情 固执着一件两件 不用慢慢跟我商量吧 收到那个孩子 准备收入把他借回家 什么 你 你同意了 你骂吧 我还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妈 你干什么 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吗 起码我 我骗了你那么久 你肯定得生气 你骂我的 难道仅仅是孩子这件事吗 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医院里 带我去医院看看他吧 前面坐转吧 嗯 坐转 孩子因为是脚肠 所以身体不太好 不过已经过了危险期 大夫说了 等孩子大一点 就可以做手术了 都会慢慢耗起来的 你不用担心 孩子生病的时候 你很辛苦吧 我不辛苦 只要孩子 孩子和你们好好的 就放心了 我心里会在家里 会有一个方便术处理 那孩子的事情 就不更担心了 谢谢 谢谢 喂 喂 你别说话 找个借口出来见我 你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还约了别人 要不你先回去 我怎么回来了 我先去 姜村呢 她走了呀 我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还一起来看孩子 你怎么想 你是不是想毁了我 姐 你先别激动 我一直想来找你 跟你说的 是这样的 爸知道了孩子的事 姜村也说愿意 把孩子带回家 你怎么回家 姐 你之前真的是 误会姜村了 她真的很喜欢孩子 怎 不 怎么了 你说 姜家是怎么知道孩子的 是这样的 姜伯儿说 知道姜村在外面有孩子 我这一着急 我就告诉爸了 但是爸真的很高兴 你们现在不是可以 堂堂正正地回到姜家了吗 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 完了 我剩下算完了 姜村还说了 以后孩子的事 他都会负责 这你就放心吧 姜村 这怎么肯 他怎么可能肯 孩子是他的呀 他应该照顾你们母子俩 姜村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他呀 我需要先冷静一下 这样 这几天我还是回妈那儿 姜家还是要靠你 可 可你不是说要换回来吗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啊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啊 姜村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啊 姜村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啊 姜村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静 你在这儿守着孩子 让他回去 什么 姜村知道了 还去看了孩子 哎呦 这个霍制呀霍制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呀 姜村肯定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可是他还要把孩子带回姜家 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秦英素啊秦英素 我当初就说 这个孩子不能留 你说你偏不听 这下好了 蒋村知道了 他要是想跟你离婚 就拿这俩孩子当借口 你可要到哪儿都没理呀 离婚 对 蒋村一定是要跟我离婚 不行 我不能让他带走孩子 我不能让他抓到麻病 你干什么去 我去医院 把孩子带回来呀 不能去接孩子 医生都说了 这孩子得过两天 才能出院呢 你这会儿要是去 把孩子接了 那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怎么办 我不能让孩子 被姜村带回姜村家呀 那我这辈子就完了 你糊涂呀 你就算把孩子送走了 姜村想要找孩子 难道他找不着吗 秦英素啊秦英素 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你非要闹到这种鬼地步 妈 你别说我了 都是姜村逼我的 都是他逼的 马杰 你这是干嘛呢 林素 先生让我把这个房间收拾一下 收拾婴儿房 他还说了 他要亲自找家设计公司 好好的装修一下 真的 那当然了 林素 你可真不够意思啊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 害得我被你瞎操心 我知道在姜家 一直都是你照顾我 但是我也是没办法 我知道你没难 哎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 你什么时候生的孩子 我这可天天盯着你呢 也没见你怀孕呢 也说是你了 马杰 就连我这个小姑子 都不知道我嫂子 什么时候怀孕的 嫂子 你怎么藏那么深 我们姜家人都看不懂你 玩着你是我不对 我给你道歉 道歉 这么大的事 你道歉两个字 就说得过去了 我爸信你 我可不信你 你说这孩子是你的 就是你的了 孩子是谁的 我跟你哥这对亲生父母 应该比这个外人清楚吧 好啊 你不是说你去美国 找人带孕的吗 你什么时候去的美国 在哪家医院做的 孩子什么时候生的 你说啊 姜伯儿 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验DNA 不过你可想清楚了 爸要是知道 你这么对他两个大孙子 到时候生气 你可别后悔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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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伯儿 算了 先生马上就快回来了 看到你们俩吵架 又该发伙了 应苏说得也没错啊 你说这孩子是他的 他不比你清楚吗 你懂什么呀 哎哟 喂 哎 你都给我扎成什么样了都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明明知道那两个孩子不是你的 你之前让我去给点医药费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把这孩子带回江家 来来来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 那孩子是无垢的人 他说我不想念李霍之 整件事情 霍之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一直觉得那个孩子就是你的 而秦因素就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他才会答应 假扮秦因素进入江家 这两个人相差那么大 有时候我也不相信 他们居然会是清潜的 其实霍之也是无辜的 好短短的为了亲情 放下自己的人生 卷进了我跟秦总之间的战斗来 原来 你是为了霍之 你就是想让这个霍之全身而退吧 可是你想过你自己没有 你成长的这个孩子是你的 你以后怎么面对 你还要把这孩子带回江家 一辈子面对秦因素 我现在想的 就是希望让霍之 能够安静地离开江家 至于今后 反正秦因素是罪魁祸首 这婚女必须离 而且她休想从江家拿到一点后处 只是她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那你打算告诉霍之呢 三年前的事吗 四年前 因为我的执着 已经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 三年后我们下的犯错误 没错 霍之有她的人生 而我 而我 这是她人生哪一个过程 继续 阴差阳错 你 你这都是命 外面抱两个孩子回来恐怕高兴 就是为了江家的财产 对吧 这事很复杂 复杂与不复杂 都不要紧 我要听你解释 我不想解释 好 好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爸 不怕爸的病情加重 你就去 哥 我太对你失望了 活儿呢 我要不要追上去看一看 没有 不了解她 都会不及爸的身体的 装置 好 来 来 来 好了 准备吧 好了 走吧 慢点啊 江村来了 江村来了 你爸在午睡呢 我来找你们 找我有事吗 活儿的那份亲子夜店 是您给养的吗 是我 我也是为了江家 你解好清楚 你只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而并不是我们江家的人 我爸这么相信 让你记住